不知不觉 2017年过去了 影坛却因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当欲发火热 而因为离婚变得十分低调的王宝强 也随着唐人街探案2的各种宣传重新回到大众媒体的视野中 平心而论 作为明星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有高曝光率的 王宝强也不能免俗 但因为失败的婚姻 好不容易功成名就的 他不得不减少自己的曝光度 让世界能在时间中逐渐平息 然而王宝强的低调 更多是无奈的 但张纳拉的低调 只能说是就由自取了 别看国内很多艺人 都在为自己走向世界在努力 但实际上对于国外的艺人来说 中国娱乐圈的吸引力更大 而张纳拉艺人 各影双期发展的他在2003年 参加完第五届CCTVMTV音乐盛典颁奖典礼后 就顺势流华发展 两年后 张纳拉靠着与苏友鹏 旅行 鲍磊 高禄 临江国 寇振海等人一起联媚主演了古装电视剧 刁蛮公主 电视剧取得了收视率 口碑双丰收 张纳拉因此在中国一夜成名 同时他还凭借这两年的各番交际 在国内娱乐圈拥有了诸多的好友 而成龙大哥就是其一 张纳拉与成龙的相识是因为电视剧 《银色年华》 又名 《豆蔻年华》 这部剧是北京电影学院为2005年现代电影 在中国诞辰百年级电影学院建院50近周年的献礼之作 所以贵为国际巨星的成龙在百忙中抽空前来客串了一个角色 而就是这个一闪而过的角色 让成龙与女一号的张纳拉不仅相识 更是成为了望年交 但因为张纳拉比时知名度一般 他又并不想借此给自己找话题 因此两人交好这件事 直到2006年他以《朋友》的身份亮相 成龙和他的朋友们南京演唱会后 才被外界所知晓 有代表作又结识了很多大腕级别的朋友 张纳拉在中国娱乐圈的发展自然是越来越好 片约更是纷支踏来 而人气越来越旺的他 不知道是膨胀还是无意 在2009年回韩国参加一档访谈节目时 竟然说出了 我每次没钱了 就来中国演出 这样令中国粉丝伤心的话 于是原本比肩国内一线女星的 他就此被全国人民抵制 虽然事后张纳拉再三郑重道歉 表示自己只是无心 却依旧难以挽回他的颓势 光一如见 如今的张纳拉早已沉寂无人知 但不知道他是否认为 时间能治愈一切 近期不断出现他在中国活动的消息 网上还有一些人在发帖 拿赵丽颖这个当红女艺人与张纳拉对比 有些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如果张纳拉重返中国发展 赵丽颖会压力大 不管是张纳拉的团队为其全面付出做的准备 还是真有那些闲着发慌的网友 又对张纳拉有着莫名的执着 但是大部分小伙伴们对张纳拉还是不买账 毕竟有些地方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 国人虽好客 但也记仇 笑而不与JPG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右括号点